中華隊射箭男團 由老大哥、魏軍、紅領軍 帶領奧運菜鳥、唐志軍和鄧宇成摘下銀牌 今天他們開宣歸國 果然也成為美光燈追逐的焦點 首先先跟各位教練老師、親朋友、家人們 謝謝你們大家來接機 我們很感動 那這次我們大家都盡力了 那之後我們也會繼續努力 這次不是終點 是下一個起點 對 謝謝大家 大家好 我是雷千穎 然後我代表我們社界女子隊 就是謝謝大家的加油跟支持還有鼓勵 至於田徑國手謝喜恩 和划船田傑黃毅廷 兩人本屆雖然都無緣長拍 不過能在奧運最高殿堂出賽 仍然收穫滿滿 其實我在熱身的時候也會 看那些國外的人 他們熱身準備的那種感覺 然後從一開始熱身的時候 我就覺得他們帶著的是充滿自信心的 然後可是我站上去的時候 我就覺得我自己很像裡面那個小小矮人一樣 就是很很懦弱的去跟他們對抗 可是一站上那個奧運場上的時候 然後又會覺得自己給台灣就是帶給很多的榮耀跟驕傲 剛開始比到第四場的時候 我是真的有點蠻難過的 因為覺得說想要的是名次在更前面一點 但是最後整場 最後一場比下來 我覺得就是20名有突破到上一屆的奧運的成績 所以我覺得自己後來也滿滿意的這樣 背負國人期望站上武漢殿堂 不管結果如何就像魏俊宏說的 結束又將開啟新的起點 期待未來在運動場上再一次為台灣爭光 我來這邊新聞 送貨報道